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1662集 这井的井口虽然不大 直径也不过是半米左右 但张凡的身体进入井水冲之后 发现这井水里却并没有井的轮廓 更像是一条地下河 张凡是用真气将眼睛蒙上 与井水割绝 所以井水也并没有影响到张凡的视线 可是井底光线暗能见度低 即便凭借张凡的能力 也只能看到五六米之外的地方 再远就一些困难了 张凡在水底环顾了一眼 一时间也不知究竟该往哪个方向游了 最后他随便选了个方向 就是东边 他大概游了得有三十多米 但是却仍旧没有任何的发现 并且气也憋到了一定程度了 他必须要出来透口气才行 他重新地游回井口位置 从水面里面钻出来 然后大口地喘息着 先生 您没事吧 没事 这井底下好像是一条地下河 那要不我也下吧 跟你一块探查 行 你也下来吧 这井下空间太大 如果有人帮忙的话 可以大大节约时间的 张凡话音刚落 便感觉头顶上的太阳被遮挡住了 紧接着 就感觉一道黑影 朝他的方向压了过来 张凡急忙缩进水里 只听扑通一声 方眼已经落进了清水里 等方眼站稳身形 张凡 方才从井底下露出头来 井底的空余位置 也只能容纳方眼的一个头了 坐 跟我一起下去 好 随后 两人面一头扎进井里 张凡直指南边 方眼点头 而后便朝南边游 张凡则是朝着北边游 大约过了两分多钟 两人重新回到井口 几乎同时 从水里钻了出来 先生 我刚才大概游了一百多米 碰到了一堵墙 那墙是由晶石堆砌的 看那幅样子 绝对不是浑然天成 应该是人工堆砌的 但是 我也并没有发现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也没有发现 有什么特殊气息啊 张凡文言 面带思索 我那边也是 这样 这次我去东边 你去西边 刚才张凡往东边 不过游出了三十多米 所以 他还需要再更加深入 去探查一下 随后 两人再次钻进水底 又过了两分多钟 两人再次地 回到了井口 我游出了五十多米以后 就碰到了和南边一样的石壁 然后我就沿着石壁 往南边游 这石壁和南侧的石壁 就连在了一起了 先生 你那边怎么样啊 我往东边游了一百五十米 没有任何的障碍 也没有看到石壁 看那样子 我可以一直往下游 听到张凡的话 方眼的眸子一亮 这井底三面已经被围 秘密很可能在东边 咱们只要一直往东边游 很可能就可以有所发现呢 张凡面带思索想了想 不过 并没有立刻回答 过了半晌 张凡才说 当时跳进井里面的那个小孩 而活动范围应该不大 或许就在方圆五六米之内 甚至活动范围还要更小 他也是在这个范围 获得了摇神木 既然这样 这井底的秘密 会在大东边吗 毕竟那也是一百五十米之外 那 万一这摇神木 是从东边被冲过来呢 也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 先生 咱现在没有任何潜水设备 最多往东游个一百五十米 或者两百米 不如先上去 搞一些潜水设备 然后咱们再回来继续探查 您看如何呀 行 就按你说的办 我托你出井 说完了 张凡一把掐在方眼的腰上 使劲往上面一举 方眼也同时跟着用力 当方眼的身体 彻底从井面抛出以后 他双腿瞬间岔开 踩在了井管上 最后 方眼逼过头来 对张凡伸出一只手 他想把张凡的身体 也从井底拽上来 张凡刚想抬起手 去抓住方眼的胳膊 但却发现 在水面上面大概十公分的位置 有一个小字 他抬出的手 也是瞬间顿住了 先生 怎么了 这里有一个字 张凡一边回答 一边往字的方向凑了凑 是八卦里面的对字 说完了 张凡目光一移 打亮起井壁了 紧跟着 他又发现了八卦里面的另外七个字 乾坤训阵 看了离根 只见 方眼双腿一收 再次露入水底 发出了扑的一声轻响 见了张凡满脸的水 张凡用尖头 擦拭了一下脸上的水渍 甩甩脑袋 再次睁开眼 先生 不好意思啊 没事 方眼 也在井壁上面开始打亮起来 这是代表八卦的几个字 这井壁上面的文字 会不会就和秘密有关的 张凡男男自语 方眼 则在几个字上又打亮一眼 紧紧地触碰了一下 然后挠着脑袋说 我也不知道啊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八个字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仅仅只是雕刻在井壁上而已啊 先生 您是继续研究这八个字 还是先出去 准备潜水设备啊 先准备潜水设备吧 虽然这么说 但是张凡的目光 却从未离开过 那八个字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